如果是你們兩個你們想放哪一種 去年元宵節 我們在16度的低溫大雨當中 帶著網友上山撿天燈 今年我們決定帶著兩個南非的朋友 來到平溪 問問當地的民眾和遊客 除了傳統天燈之外 如果還有另外兩個比較環保的新選擇 大家到底會怎麼選呢 大家好 我是小偉 大家好 我是齊羅 嘿嘿 我是菸達 好啦 我們今天因為元宵節要到了 所以我們來到平溪 這裡要跟大家一起放天燈 但是今天放天燈的方法很不一樣 待會兒要先去街訪 大家最近想放哪一天燈 讓民眾來決定我們今天要做什麼 大家都會來放天燈 現在有三個選擇 第一個就是傳統的那種天燈 第二個總是現在有一種環保天燈 就把底下那個天燈的竹子變成紙 就可以放上去的時候完全燃燒 但是它比較貴一點 第三個是用傳統天燈 它底下拉釣魚線 就是你可以達到放天燈的效果 又不會造成環境的污染 那你會選哪一種 可以 所以 請選擇 一跟二的差別就是那個紙跟那個竹子而已 就沒什麼辦的差別 所以我就覺得如果二很環保就放 但它比較貴 按就一年放也時間夠了吧 3 1 所以我們選擇哪一種 我們選擇哪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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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選擇哪一種 第二種 選第二個 小朋友呢 小朋友會選哪一個 大 你要選第三個喔 那你呢 妹妹呢 你也選第三個 寶寶為什麼會選第二個 環保嗎 3 1 2 3 想像放風車 想像放風車 環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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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環保的那個比較貴喔 會貴很多嗎 這個差不多150左右 環保的那個差不多350 可以啊 應該三也好 我選三 第二個 比較環保 第二個 第二個 一樣一樣 還是要傳統的天燈 為什麼 因為 如果它沒燃料 我們就等於它是熄掉 我們知道它火力不夠 我們就可以再重新裝燃料 就可以再重新使用 但是 大家都說 這種天燈 有些不完全燃燒 可能卡在樹上 其實放心好了 這裡的話 老人家很喜歡撿那個東西 一顆天燈框九塊 如果你不撿 這就是變了這邊居民的額外收入 第一個 得到了三票 第二個 第二個 得到了八票 第三個得到了十票 所以我們今天下一個關卡是要做 紅色就健康 黃色金錢 藍色事業 橘色就愛情婚姻 他要橘色 他四面都要橘色的 我們現在要帶著兩個南非的朋友 來平息放天燈 做婚禮 好啦我們剛剛已經寫完我們的四面的願望 愛情就是 齊羅希望他所有愛的人 跟愛他的人 都可以平安健康 然後大家可以繼續互相相親相愛 然後 剛剛在健康那邊 我們有寫到 希望武漢的肺炎疫情 可以快點結束 然後大家都可以很平安 要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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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它的減免性真的太高了 就是我們剛剛雖然放的時候 確實可以就是拉住它 真的可以像就是放風箏那樣子 然後它確實也可以飛上去 最後我們也成功的撿回來 但是它真的有點危險 所以接下來我們決定要去測試看看 第二多人選擇的環保天燈 究竟可不可以完全燃燒 Let's go 對 我媽闖進人家的 來這裡來 準備講解 一個地球裡面生洋 兩魚何謂兩魚? 硬跟兩 兩魚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 不要用你飛飛的有多好油 一般是用什麼油啊 一般叫油 我們等一下放掉就好了嗎 第一個釣魚線天燈失敗 現在選擇的第二個環保天燈 究竟會不會成功呢 好 一二三 它燃燒了嗎 對 海底有放水燈裡頭 那我看得到嗎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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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天丹山坑啊 哈哈哈哈 你覺得今天的感覺怎麼樣 真的看到它燃燒的樣子 就是看到那種燃燒的感覺會很開心 因為你大概知道說不會再製造垃圾 所以很開心它可以越飛越遠 然後就這樣不見了 就不見了 你呢 你確定你還不想要放天燈嗎 嗯 現在感覺放天燈還不錯 剛剛看了感覺滿神奇的 所以 嗯 二號 讚 anyway 今天提供了三種不同的放天燈的選擇給大家 希望大家在元宵節的時候有不一樣的選擇 雨越下越大了 最後熱心年代理大家關注不同的社會議題 Let's fire 你要等我 我也要說Let's fire 你知道嗎 好 那再給你一次 好 一二三 Let's fire